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把一个车企比喻成一个大家族 就是名门望族 通常都有这样的一个角色 有一些角色呢 他就是败家子的富二代 然后躺在功劳本上面 就各种挥霍的 六十一我希望你买点个人 另外一种呢 就是赚钱的 任劳任怨是开荒牛 家里面的所有的 基本的开销或者各方面 都是靠这个大哥给赚回来的 我不说其他品牌 以广汽集传来讲呢 我觉得赚钱的两天 这个毫无疑问的 然后败家子是谁呢 我就不说了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 再细化到传奇这个品牌呢 败家子是谁我也不说了 但是赚钱那个呢 肯定就是绝世了 他占了传奇品牌旗下的 最多的说 70%的这个销量 然后在这个国产SUV这个排行榜里面呢 排很前就是长城的那个哈佛H6 可以挑战它的就是绝世 谁也没有想到 我当时问传奇的那些朋友 你当时造工程师 你做第一代的绝世出来 能想到它有那么火吗 没人想到 忽然间不知为什么这个车就火了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车就可以卖到消灌 不知的为什么 因为这个车火就带忘了整个传奇的家族 所以这个是一个英雄的车型 不过 英雄也有落乱之时 浮露品云北云黑 然后JS呢 他就被谁欺呢 不是被犬 就是被他的上一代的那个双离合的变速箱 这个变速箱就出问题了 最大的问题当时就过热了 过热逻辑是有问题 要漏油各种的问题 所以呢JS呢 他很大部分呢 又爱又恨 爱 当然是爱大家对他那个受欢迎 爆炸是一个警笨 然后销量就上去了 恨就恨他 就是因为他 让传奇这个双离合变速箱 背了一个根本洗不掉的这个黑点 说这段历史呢 一定是很重要的 因为新的决士 我们看一下他那个样子 早在这个车发布 应该是一年前我就看过他了 我在天棚下面去看游离模型 当时我第一个反应是 他还不是这个样子 他非常像上一代的决士 稍微放大了一点点精神而已 我就问他们 你为什么这个车的形象是那么的相似 根本就不像一个换代作品呢 他们呢说 因为这个车很成功 不敢随便改啊 改了的话大家不认 那怎么办呢 这个完蛋 这个车卖不好就完蛋了 所以呢对这个出生的 年轻的企业来讲呢 它已经有历史移入问题了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好在我看到新车以后呢 虽然它也保留了老的JS那个样子 一眼就知道这个是JS很明显 这个窗 这个窗 这种悬浮式这个车点 乘几何时 很红的 我在车展上面看到 无论是国产品牌 进购品牌 一律悬浮 这个JS这个悬浮 它悬浮得最厉害了很大 就看这个角度 就是这一块 你分辨不出老JS和新的具 的一个很大一个差别 这是最像的地方 除此以外 一切都是新的 这个车没有什么 可以再跟上一代去比了 它跟上一代比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更成熟了很多 很好看的 你应该 没有一个人说这个车不好看 除非你是抬杠 对吧 我觉得这个车整个整体的设计 一直都是传奇很大的一个卖点 而且在这种不拥有失的车型上面 只能去把它做得更完善 好了 它要靠什么取得成功呢 不要忘了第一代成功的套路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性价比 同时给到大家超越期待那个东西 对于这种本土品牌的话 你没办法的 你搞不过 除非像比亚迪那种 我有什么 有电 我0到100加速 可以很快 可以秒你的超跑 这个是它的很大一个卖点 但是对于传奇这种 传统的新兴企业来讲 它没什么技术方面的很多 可以拿出来跟大家炫的地方 它只能靠设计 这也是大家最认可提法 而且我负责你告诉大家 我对这个观点负责 你看升车会比看照片会好看一些的 它那个身材比例啊 丰满程度啊 还有一车灯呢 一些各方面的细节 就是做得很好的 还有内饰 我相信这一块还是跟 让大家打开车门 哇的捏一下 过来 怎么样 没说错吧 你 我不告诉你这个是什么车的话 或者你先不知道 你看一下这套内饰 这个内饰的这个装备的水准的话 就完全不像这个级别的车 不幸你看一下 国际上 除了中国本土品牌的汽车以外 所有的一线的汽车 主流的那些大品牌 在这个级别上面 都不可能造出这样的内饰的 因为我之前也说过这个观点 等级是分明的 你这种级别的小车 就应该有这个级别小车的这种风格 你不配有那么高标准的内饰 但中国客户不承认 中国客户不行 什么都要要 对吧 因为买这种车 我就要各种贪心 各种最好的东西要拿给你的 所以工程师很了解大家需要的东西 几方面去提升我们的质感 第一个通过设计 这种设计 是现在大家会认为 既豪华又high tech的这种风格 就是大品 所以这个车上面 你能看到两个大品 我们再劳补一下 以后它减配 以后会真怎么样 低配的话 这个是可以减的 这个变成机械仪表 但是这个应该是减不了的 所以这个屏幕还是有保留的 所以设计师呢 也为了这个低配上面看起来不自突兀 在这个里面做的这种小框 你从完全从这个视觉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框去掉 完全大品的话会更好看 但是也为了配置方面的差异 第二个 靠什么去实现的质感 就是大面子去使用 这种软质的材料 你看到这种 这个棕色以上的所有位置 你摸到的 衣表台 包括手 窗帘 这个手枕这个地方 全是软的 大面子用这种软的材料 再加上这种仿皮的缝线 都是惯用这种老的套路 大量去使用 大量去使用 用力去使用 用力去使用 各种材料都很丰富的 这样就堆砌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车厢 好 其他设计的话 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我坐的座椅 留意到了吗 它的是连体的 跟它IOS电动车是一样的 它头枕伸起来的时候 你在后面是看不到它露出这条棍的 所以整体的这种感觉还是很好 其实我个人的话有点强迫症 在后面我是看不得这个东西 所以有这样一个挡一下 有点运动车的感觉 也是符合我这种强迫症 看起来也好看 工整一点 好 后排呢 后排空间也是体现这个车的一个价值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家庭车嘛 毕竟对吧 而且从数据上面看 后排跟上一代相比的话 它多了40mm的 40mm体现在这个数据上面 是怎么样 我看一下 好 说一下后排 对于JS的用户来讲 后排的品质 很多时候可能比前排的那些更重要 因为这实际上过日子的 需要的这种空间就是后排了 几个很关键的因素 让后排变得比以前更好 第一个我刚刚说了 后排这个轴距有加长的 所以我的腿部空间很好 没有问题 我怎么做都可以 翘着腿做各方面都没问题 各种姿势可以解锁 第二个的话 我觉得比后排的长度空间 更重要的变化 是因为它现在用新的底盘 新的平台了 看到没有 后面的地板 圈平的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设计 而且这个平的不只是横向平 连这个座椅底下的空间 下面没有的 我的脚可以伸得很近的 所以我脚部可以活动这个空间 就很大很大的 所以这一点 会极大的提升我的乘坐的 这种舒适性 你用各种懒洋 要坐这去做都可以 第三个 你看到没有 这个座椅 这个靠背 它是有两个角度可以调的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角度 好 我要懒一点 调后一点 这又是另外一种角度 所以还是蛮不错 新的GLC App我去试了 我吐槽它的后排 也没有得可调 其实哪怕是一点点 你看不多 就是这一点点 对改善这个长途乘坐 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帮助的 好 第四点 第四点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车身那个宽度 我坐在中间那个位置 两手撑开 我是摸不到两边 你看到没有 我们对比竞品 我们能买到什么 一个就冰制 一个是CHR 对吧像这种车 它的那个车身宽度 包括国产的 国产品牌的那些竞品 宽度能跟GLC是去比 这个车身宽度的 可以比的不多 所以这个绝对的那种宽度 是这个车一个很大的卖点 好 具体到这个生活里面的场景 有什么具体的帮助呢 我们一家出行 要一个baby car seat 一个baby seat的话 对很多小车来讲是噩梦 对吧 像一个CHR 所以那个兵制是最明显的 这个车长度够了 但是宽度不够 我放那个Case以后呢 再坐两个人 那这个是要命的 根本就坐不下 但这个车的车身宽度呢 绝对是可以支撑 我们放那个baby seat以后 再坐两个成年 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想通过这个 我刚刚说的这几点呢 是这个车比上一代 有明显进步的地方 也是能大家带来实际好处的地方 好 再说一些虚的吧 这个后排我坐向第一个 我看这个座椅的造型啊 在后面看油脊显得身材好 很高级 另外一个呢 传奇啊 也广汽集团吧 它也是共享了很多类似的 这个零件的供应商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零件都是按 两田这个标准去供应的 这些位置哈 你看这个天窗 我特别留意到这个有个logo 是爱信的 所以在很多的一些零部件方面呢 它都以按一种合资车 甚至全球车的标准去再装备这个车 不用担心它在设计方面 sorry 一个装备方面 或者说摸手感的质感方面呢 有什么太大一个瑕疵跟问题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找不到的 对了 还有一点关于这个后排的 我留意到它的那个其中一个卖点 说它这个后背是可以 100%全平跟尾箱去全通的 它是怎么做到呢 不过这个呢 它说实话 它的办法就不是很聪明了 它必须先把这个坐垫 把它给拉起来 看到没有 拉起来 然后再把这个拉下来 才能做到跟尾箱的一个全平 为什么呢 因为它油箱在下面 而且它为了确保这个坐垫有一定厚度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很明显 这个坐垫真实的厚度就有那么多 这个是舒适性的一个很大一个保障 很多呢 它是通过空间看起来很聪明的变化 不需要这么复杂 就可以把后排变成全平 但是你换了这个代价 要不就是这个座椅变得很薄 要不就是牺牲其他空间方面 就更取巧一些 这个是用比较笨的一个办法 但是我觉得换来的 就是我刚刚说的乘坐舒适性 我应该还是蛮值得的 好 开起来吧 开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因为它整套的动力系统 跟以前也是不一样的 1.5T再加6AT的这个变速箱 其实里面还有一些小秘密的 我等一下告诉你 我看了一下这个新车厂家给我的一份 就是卖点 有什么新的地方 有什么牛逼的地方的一个清单 菜单这样子的 很夸张 它那个配置 有一些配置 甚至我是在这个车上面 还是看不到的 例如四驱系统 这个车还有四驱 但这一步不是 我刚才趴在车底上看 还是两驱的 它四驱是伯格滑纳的四驱系统 同时还有全套的智能的安全辅助 这个装备都有 所以这个车要卖多少钱 是个谜团了 如果这些全部都配齐 顶配 还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价格幅度范围之内 12万左右的价格 那相当值得的这个车 车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目前这个整体这个包装 1.5T 6AT的iTrain冰箱 还有什么四驱 什么鬼全部都加上的 世界上你在其他的一线品牌 你买不到有这样配置的这个车 大石夹大筋 大石夹大筋 这个就是我们对它的一个形容 但大家最关心的 实际表现是怎么样的 大家说买个本土品牌的汽车 关心三大件 开一段时间以后它不会老化 各方面的一些情况 岔开一点说吧 我也是传奇的车主了 GS8有 对吧 然后GM8我也呼噜了不少人去买了 我家里面也买了一个GM6 目前为止 最早那个GS8已经开了几年了 没问题 这一点还是满意的 这个车呢 我要说一个小秘密 我相信是传奇在做这一套动力的标定的时候 是心里面陷入了极大的一个纠结 为什么呢 现在国6B 大家知道排放很严格很严格 我跟研究院的一些工程师聊天 当时他是跟我说 目前这个情怀变速箱 这个爱心6AT是搞不定的 它根本过不了这个国6B的各方面的设定 油耗高 一直都是困扰这个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传奇花了很长的时间 都在搞全新的一代私式的双离合变速箱 而且说这套双离合变速箱要配备在旗下的各款车型上面 像新的GM8 GS8 全部都要配双离合变速箱的 但是 目前为止 我看到的哈 这些车 刚刚上市的时候 包括新的GM8 它要换8AT的爱心 它高规格了 它不玩双离合了 对不对 新的GS8呢 它有消息说 它甚至要玩丰田 要把这个混合动力的技术 要转让给传奇 好像这个双离合变速箱 就没了什么声音了哈 目前来讲 我个人还是对这个双离合变速箱 还是很好奇的 我很想去认真试一试 但是试不了 以这个车来讲 这个变速箱 6AT的 搭这个全新的1.5T 有钢力直喷 什么DVVT 什么可变机油泵 这些技术全部加上去 所以也是集了传奇的各种技术之大成 和这个变速箱搭配 是很好的 我找不到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硬伤 它尤其灵敏的地方 是1000转到2000转 这个转速区间 也就是平常我们刚踩下油门那一下 或者说在城市里面移动那一下 这个车给我的感觉是很平顺 很有力 而这些就是原来的双离合变速箱 最惨的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低速反应 是这个车一个很大的卖点 不过我要真的去踩它 踩到是去到四五千转的时候 这个车就 后劲就可能就差了一点点 而且声音也是偏大 所以整体来讲 这个车最好的一个工况表现 包括静音 发动机的声音 被换挡挡的一个逻辑 还有我们的动力反应各方面 最好的还是1000转到3000转以下 是这个车的最好的反应 再高的话可能就有点陋醜了 有点忙脏了 我不知道普通话怎么说 反正有这方面的感觉 另外一个要占的是这个底盘 新的GS4 这个底盘和上代去比的话是脱胎换骨的 这个是没得说 底盘很紧致 不会觉得有任何的松散的感觉 而这个景致又不会硬的那种感觉 挺好的 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声音 噪声传上来 所以我对这个底盘的评价 打分还是很高 还有就是这个方向 这个转向的路感 手感各方面都是没有问题 这个转向的力度它是偏轻的 但是它也有路感传上来 对吧 你看回中的这种力度 都表现还是不错 所以在驾驶这一块 就是完全是日系车的那套风格了 很平平平无奇 但同时这个基础上 你跳不出它什么有很明显的缺点 但是也不要期望它有很大的一个爆发力 或者冲进 这个它也是没有的 好大概就是驾驶这部分的一个感觉 对还有静音 静音部分呢 在大部分情况下 就跟它的动力系统一样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很安静很安静的 MH没有问题 不过上了高速以后呢 我发现它超过100公里以后 那个乐仔也发现了 对吧 到100到120公里 这个速度范围之内 它的风罩会突然间就变大了 所以这一点是它的一个MH方面的一个特点吧 好 说那么多 驾驶这方面呢 还有一个传奇认为是一个很大的卖点 最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你看一下有没有人是冲着这个MH去买它的 就是它这套全新的一个车机系统了 我留意到它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步 在方向盘上面有这两个微信头像的一个车型 没错 它说是第一步把微信跟我们的车机是连接在一起的 看到没有 我只需按的这个按钮以后呢 我用我的微信去扫一下 这个车就可以跟我的微信联通 如果我微信接到短信 它会如果是文字它会自动读出 如果是语音它也会自动读出 如果是location的话呢 它会自动跟我们的那个导航匹配 去引领我们到那个目的地 这个就是全套的这个微信接入系统了 不过呢到目前为止 因为我们在拍片 无论是我还是乐仔 都不愿意把我的微信接到这上面去 给大家去分享 因为大家的微信里面都有太多的秘密了 根本就不想跟一车人去分享 哪怕那个是你老婆 所以这个呢 是实际生活跟这个设计理念之间的一个差异 如果你一个人开车的话没有问题 一边开车一边就跟他聊 警察叔叔也不会说你玩手机分心 也不会罚钱 这个还是蛮不错的一个一个装备吧 除此以外的话就没有了 大家去店里面去试一下车吧 看一下这个新的爵士 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 还是最后的那句话 说那么多的卖点 说那么多占兜会通红 骂它也好 各方面都好 决定这个车能不能成功的套路 哪怕它换了一代 现在都没有改变就是性价比 这个毫无疑问的 如果这个车它的定价 跟现在降价以后的justish相比 它大幅度提升 也就现在是7万到11万左右的定价吧 如果你的主力定价 如果不是在这个区间 或者比现在还要贵的话 你绝对要吃亏也没戏 车再好 再什么 因为你品牌的号召力还差那么一点意思 也没有其他太多非买你不可的亮点 整体这样算下来的话 你必须要打性价比这张牌了 你卖便宜一点 把这个士气做上去赚少一点钱 士气做上去量做出来 以后什么事情都好办 让绝世继续成为传奇家族里面赚钱的老大哥 继续做他的劳动模范 这才是传奇要做的事情 JSA现在还没出定价 我相信厂的人都将一些车丢出来 收一下风扇 大家可以接受到它一个什么价钱 其实第一代JSA的成功 这个例子是应该令他们有反思的 反思的不是 为什么老板英明做什么 决定这辆车做得多好 不是的 因为我问了很多相关的人 包括车手店的人 第一代JSA的成功 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成功 这个不是剧本的安排范围之内 不是说这辆车做出来 这辆车会是一个大卖车型 要一个月买五万车六万车 根本不是 是当时这辆车出来 预计是买那几千车 谁不知是爆了 变成一个英雄车型 其实是危险的 当一辆车型卖得好的时候 你就觉得自己是应得的 应得变成第一梯队 然后你做了一大堆其他 可能就已经不是你这个品牌 或者大家对你这个认可范围之内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说 会出了一些敗家仔 或者说具体的车型 所以新的Gh4 你大家仔和一个英雄 或者一个家族英雄之间的区别 可能有时就很简单的 并不是什么 讲到很PPT 领导很喜欢听的 什么人群定位 或者那些车型的技术 层面那方面全部都不是 那些客户简单得狠 就是性价比高不高的 这个也是很多时候 我们的国产车 逼于无奈 要在这里竞争 你这里角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辆车 如果这个定价 是跟旧款相比 是明显要贵的 那就死了一条 哪怕你现在这些东西不好 没问题的 其实这辆车各方面都很好 你换个丰田的牌子 一定是大卖的 但你现在不是丰田品牌 这个是现实 所以你就逼着你 你一定要套路跟第一代一样 但是当时第一代 你不知道为什么大卖 这代你要知道 就是要性价比 让别人觉得 我买这个车是超值的感受 慢慢来做品牌 是要几代几代 扎实地做下去 当你做好了 大家都认可你的时候 这代不要再出 好像第一代那些 黑天鹅事件的时候 你这个品牌 才会做得越来越有出色的